7月27日,去青海西宁熊猫馆开馆已过去一月有余 四只由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而来的圆滚滚 凭借其超高的人气,已经吸引游客14万人次 并且各自都有了大使的身份 西宁熊猫馆自7月16日开馆以来 就吸引了大批的游客慕名前来 又因其青藏高原的独特地理位置 甚至吸引了省外和国外的游客前往一探究竟 周末时,每天接待游客量已突破万人 特别值得欣喜的是,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也发现有大量外地的游客 来自全国各地,湖南,湖北,江浙一带 甚至还有咱们四川的游客 他们都非常好奇,熊猫来到青藏高原以后 究竟是什么样子,能不能适应 所以现在整个开馆的接待情况 真的是非常的爆棚 所以西宁熊猫馆目前已经成为 城市的一张新的城市名片 据了解,大熊猫作为中国特有物种 适合生活的海拔在1200米到3000米之间 而新宁市平均海拔为2200米左右 非常适合大熊猫生活 新宁熊猫馆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白涛告诉记者 为了让国宝们在高原生活的更加舒适 他们的食物是空运的 活动场所有物生系统增加湿度 房间里配备了中央空调 到了夏季,还有防暑降温的特制冰蛋糕 当然,吃的好住的好 工作就应该增加卖力 目前,熊姓六岁宝宝核心是 西宁市环境保护大使 雌姓三岁宝宝圆满是动物保护大使 雌姓八岁宝宝双心是外交大使 雌姓三岁宝宝奇果是旅游大使 另据了解,西宁熊猫馆设置了多个教育科普展区 一系列形式多样,寓教娱乐的智能化设备 给游客提供生动有趣的互动科普空间 在彩色熊猫照相馆 利用3D影像技术 游客宅张磊一家和DIY的熊猫宝宝实现了跨空间合影 这是我们第二次带小孩到西宁熊猫馆 我们小孩特别喜欢熊猫 第一个呢,带我们小孩过来玩一玩 参加这次活动,也是他一次的成长经历 第二个呢,就是他特别的喜欢这个熊猫 给他主要是了解一下熊猫的生活习惯 还有一些科普的知识